新德里4日综合电印度一名20岁男子伊山叔埃森雪巴特查尔尔到泰伦加纳州准备参加医学院入学考试,却在旅馆阳台和友人聊天后坠落6楼身亡,因为他没料到原来阳台围栏根本是豆腐渣。 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现在监视器影片显示,伊山叔和三名友人2月3日凌晨在阳台聊天,有人陆续进到屋内,伊山叔本想靠着阳台围栏等大家先走,想不到整片围栏突然崩落,他也跟着摔出6楼,坠地后当场死亡。 警方表示,不确定伊山叔当时是摔倒或本来就要靠着围栏,但显示吕至围栏无法附和他的重量所以折断了。